我们来看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原则 订便当也可以让老板记住我 订便当也可以是不是 你知道吗 经理在那一瞬间就 你就是那个阿 阿松 从那天开始 节目部经理知道 这个节目有个人叫阿松 我们来看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原则 做事一定要让长官看到 来 做事没有用 要让对的人看 很多人的传统观念是说 我们就是好人会出头天 我就默默地做 努力做 那老板的眼睛是血亮的 后来事实证明 老板的眼睛都够到拉吧 对 可能要要一些功 应该这么说 因为老板其实他是管大方向 他不管小细节 对 那我在外 我以前在做外面的外景节目的时候 更早刚退伍的时候 那个外资公司 写写一些title啊标题啊 然后帮忙想一下下段预告的标啊 他已经加了两次心了 他是男的 男的 我偷偷地去问会计 因为这种会计嘛 会计说他每天都在办公室去问老板 老板你觉得这个标怎么样 老板你觉得这个下段预告 这个掐得好不好 老板面前有存在感 对 我在楼下坐得跟狗一样 38度在外面晒太阳锁道具 因为老板不会去38度晒太阳 没错 他就不会知道你干了多少 他没看到 是 我从那一阵子之后呢 我就知道我每天要跑道具之前 你把道具拿去老板的办公室 在那边悄悄打打 我把罗斯吉子给他 没有 我是跟老板说 老板 我这个刚刚去请回来了 他已经说过了 我可以去申请钱了 但我觉得让你看一下 如果万一你觉得这个效果不好 我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改 从那天开始 我每一个道具我都让他看过 我每一个游戏我都让他知道 然后呢我下去做 做完之后成功还要跑上来大喊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这个道具可以刹车 这个道具可以 你知道 我从第五个月就开始加薪了 必须的 你看要有一些方法 他说这个方法是相当的实用 还有还有一个 这个是苦干实干 另外一个是我没有想过 原来订便当也可以让老板记住我 订便当也可以是不是 我进了公司 然后呢开始 那个公司的部门很大嘛 然后呢公司就是除了 制作人上面还有所谓的经理 还有协理什么的 对 然后我一直记得就是 我很会找便当 因为我觉得难吃便当太痛苦了 已经这么辛苦上班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 有限的预算车好这便当 我呢就会骑着摩摩车 去跑道具的时候 顺便看哪一些店家是在排队的 我会把店家的名片拿回去 然后打电话愿不愿意送 然后几个可以送 然后呢怎么样 所以我订到的便当后来是 我们整个节目部里面 便当最好吃的 这很重要的 有一个下午呢 一样像这样录一整天 然后呢我们节目部的经理 就偷偷跑过来 诶 那个谁啊 我可以跟你换一下便当吗 我拿两个换你一个便当 可不可以 他是我的长官的长官哦 我就说你想换 为什么你不吃那个便当 而且两个 他说你的便当是这里最好吃的啊 我就是要换嘛 不能换是不是 我就说那不然这样好了 经理如果你可以叫得出我的名字 我就让你换 换两个 换三个 我以后专门帮你定便当 有没有 你知道吗 经理在那一瞬间就 你就是那个阿 阿松 从那天开始 节目部经理知道 这个节目有个人叫阿松 真的 然后他甚至还会跟会计说 诶 今天开会 去跟阿松拿便当本 哦 对 所以 这招不错 所以在职场上 还是要那个表现自己 对 在制作单位会订便当 是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